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怪怪的发光器MF106T 我记得它之前出的好像是106 后来出106 2.0 再来是MF106T 那差别就是我这一款呢 它可以有模拟火光发焰的一个功效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大小应该都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包装外壳 这边有那个QR Code可以让你去扫描 然后告知它的操作一些资讯 好 这边都有一些1234注意事项 OK 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 非常小的一颗 包装很简单 没有附充电器 从第一代就没附充电器 这应该算第三代了吧 MF106T 质感是金属的磨砂 摸起来很舒服 是代表没有通路 然后时芯呢是代表有通路 之前的一代二代好像这边离得比较远 好 这现在是三代呢离得比较近 然后一样是USB Macro的插接头 希望它以后能变成Type-C的就比较方便 字呢 刻字呢也比二代来得小 做得比较精致一点点 好 这边都有著名 好 枪口 我们来先开一个电源看看 电源在上面 OK 第一段呢打开 它就是蓝光 好 配合绿色的荧光弹 发光弹打出来呢就是一条绿绿的 然后等两秒钟 关掉等两秒钟或一秒钟 再开它会出现红光 红光的是什么呢 红光出来就是枪口模拟发光 好 枪口发焰 发光火光 那它打出来大概有一定的发光效果 但不会很强烈 再来第三段等一秒钟 再开 它是红光跟蓝光一起 就代表呢打出来会有火光的效果 同时呢也有绿色的荧光弹打出来一条线 这样子 所以你光看枪口你就知道 现在是处于哪一个模式 现在就关掉了 然后充电它没有附充电线插上去 它这边呢你可以看到 它出现绿光代表正在充电 我是还没有把它充满电 那充满电有可能会变成 没有光嘛或者是红色的 有可能就慢慢充电中 它不是给 我觉得它不是给手枪使用的 它原本是给怪怪的 SSG-1的一个枪 它是属于竞技型的枪 可以放在它的前面那一块 算是很大一块造型的防火帽里面塞进去 那现在也有其他家的发光器做的也不错 它就是 模组化的发光器 消音管 那里面的那一块模组可以换掉 换成你的各种不同需求的发光器 好来搭配不同的灭音管 这个也不错 像我这把CM16呢 把枪口悬下来 好因为它够小 所以刚好就可以塞到 你的枪管里面 刚好就突出一点点 我们来试一下 或许怪怪有出其他的灭音器吧 那后发光器我不晓得 OK 就锁好了 好 这只要一转 所以在操作上是很方便的 装在手枪上面是什么一个情况 装在手枪上面呢 你需要一个转接头 这个是WE的一个手枪 克拉克 逆11或12牙的口 所以不够 那我这个呢是逆14的牙 你可以看到大小有差异 所以你要再加一个转接环 把它先锁上去 可是呢在锁的时候呢 小心锁上去就好了 OK 注意逆14牙倒转 你在转的时候 你都会可能会 带动下面起来 所以你用手指头压着 这样比较锁得进去 逆14牙 再轻轻的逆 顺一下 让它能够卡进去 你看我在拉的时候 这边已经几乎快碰到了 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是完全锁紧的时候 这边其实会没办法作动 它滑到会卡在后面 所以这个没关系 因为它原本不是它设计的 只是我拿来用而已 如果这边还有一个 比较粗的垫片 那一个垫片 可以挡住它 或者是有其他家 我记得以前有卖过钢制的 好像是比较 要做中间做的比较厚 所以它就可以适合很多种不同的 那个发光器 或者是手枪用的面影管 重量非常的轻 USB供电 然后前置的旋转式 开关方式 而且做得很清楚 最重要是它只有360 其实电量我是觉得不大够 但是以它这么小巧 然后发光效果也不错 还有模拟火光的效果 嗯 你又不是一直从头到尾开连发的 那开连发可能就要买比较大支的 装在你的M4步枪 或者是SKA步枪上面 那如果说只是要钻在 基本上的一些小枪上面 我就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打打看 好 现在怪怪的MF106T 发光器 这个呢 是怪怪的发光弹0.2公克的 是可以用在手枪上面啦 但是它中间会有空隙 所以你需要抓点空隙 或抓个电片 或者是它的手 开关把它转开来 第一种模式就是全部亮蓝灯 第二种模式是红灯 第三种模式呢 是红 蓝一起亮 好 那我们先测试第一种模式 关掉 蓝色的 OK 关掉 关掉 换第二种模式 这是枪口有发光焰的 蛮 蛮 啊 蛮 蛮 蛮 OK 再来换第三种模式 再来换第三种模式 再换第三种模式 轻锵 Safe 刚刚是用手枪 现在我们换电枪 记得要逆时针装好逆时针 拖出来一点点而已 乖乖的0.2BB弹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射击了 戴护目镜 前方安全 然后准备集蛋箱 然后电池装好了 BB弹装好了 弹夹上去了 那我的发光器也装上去了 我们就来打打看 发光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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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